我们在这支影片要给大家介绍 Min Term和Max Term的表示方式 其实也就是Sung of Product或Product of Some的一个表示方式 怎么表示一个逻辑设计要求的一个功能 另外就是我们怎么简化一个逻辑设计的一个韩式的功能 我们会利用卡诺图来化解所需要的逻辑 这个包含的内容是在课本第四章第五章里面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表 这个表显示的是一个Min Term或Max Term的表示方式 我们这边显示的是一个有三个变数的情况 ABC三个变数 那我们把这三个变数依照二进制的方式把它排列出来 从0000001一项一项排下来排到111 那总共就有七项 这个七项我们如果用二进制的表示方式 我们会知道说它可以对应到原本的数字 0123到567 7个数字 那相对应的 就是我们看Min Term Min Term这一部分 它是比较直接的 Min Term的话 其实就是对应到它的第0项 就是对应到000这一项 第一项就是001 也就是二进制的第一 那第二项就是010 第二项就是010 第七项就是111 那这是我们的Min Term的表示方式 那Min Term的意思就是 我这三个变数 我们把它AND起来 这三个变数把它AND起来 A and B and C 那000 M0这一项 就相当于是 就是我们的A' and B' and C' 就是ABC都等于0的时候 的同时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比如说我们说第五项 第五项 我们是对应到101 它对应到的就是 A and B inverse 还有and C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样的组合 那所以我们的Min Term 其实是比较符合我们之前看的 这个真值表 这样的一种对应方式 就是我们用真值表来写的话 直接对应到的其实就是Min Term 那我们先看一下底下 这个function的表示方式 就是假如今天 我有一个布林函式 或者说我们一个逻辑的功能 需要实现的一个逻辑功能 它是一个三个变数的 那我们把它写的是F1 这是一个布林函式 那如果我们用Min Term 来表示的话 那假如它的功能 刚好是 我的A' and B' and C' and c' or and A' and B' and C' 还有A' and B' and C' 这几项 and 起来之后 再ORI 起来 再全部ORI 起来 那其实这样的组合 这样的写法可以用Min Term的表示方法 相当于对应到M3 因为这是011 M4的话是100 M5是101 M7就是11 这四项全部加起来 有个Sigma来表示 Sigma Min Term 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七项 这是Min Term的写法 这种写法也就是 Sum of Product 因为把End 相当于是做乘法 Product 把所有的Product加起来 最后是把它加重,Sum of Product 对应的就会有一种Max Term的表示方法 就是Max Term的表示方法 刚好跟Min Term是反过来的 我们会把 会用OR 来表示Max Term 所以第一项 000 可是我们会写成是A OR B OR C 然后用大写的M0来表示 那 如果是 就是原本001的话 我们会写成A 它对应到是AOR BOR C' 那是M1来表示 所以它跟我们的这个01是反过来的 然后我们会用加号 就是用OR来表示我们的Max Term 那对应起来的话 这个是我们会把它inverse OR起来之后 再end起来 这个是我们的Max Term 那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用Max Term的方式 来表示一个逻辑的功能 或者是我们一个某个布林代数的函式 在我们底下这个F2里面 它是三个变数的函式 ABC三个变数 可是我们这个功能的表示方式是 先把ABC的各项 OR起来之后 再全部end在一起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相当于是 我们把几个Max Term 在我们这边对应 对应这个表上面的会是 1235这几个Max Term end起来 那我们知道说end其实可以把它看作是 相乘嘛 所以就变成是 连乘的这个符号 π π m 然后1235这几下 这是我们Max Term的表示方法 那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说每一项 每一项Max Term 其实就是一个可以看作是一个 呃一个加法 关键是一个加法 因为它是每一项都是OR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加法 那最后再把它连称起来 所以它就变成是一个 Product or Sum的表示方法 所以我们可能会听到 有的说法是讲Min Term 有的时候是讲Sum or Product 那讲其实是同一件事情 或者说我们表示说 恩我们说这个 这个含式的表示方式是 就是productSum 那其实意思是用 Max Term 来表示 那表示的方式就是 我们把各项 这个变数 呃 先分别OR along 起来 它的状况先OR 起来之后 再把各项 全部end在一起 这是PRO导上的表示方法 同一个函式可以用min turn 来表示 也可以用max turn 来表示 这中间的转换可以利用我们前面提到的迪摩根定理 迪摩根定理来表示 这边这个例子给大家看的是 我们先有一个布林函式 或者说我们想要实现的一个逻辑功能 它是有三个变数 那我们先用我们比较习惯的min turn 把它写出来 所以它会是我们把它写出来之后呢 把它的对应的min turn 都表示出来之后 我们发觉它是把min turn 的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 全部OR 起来 就是全部加起来 那接下来我们想要找它的max turn 的表示方法 那我们因为我们min turn 是end 的OR 就是 sound of product 那我们想要找它的这个 如果用迪摩根的方法来找它的max turn的话 我们可以先找它的inverse inverse 我们找到说刚刚发觉这个函式是34567这几项min turn 把它加重起来 那我们发觉它的反向就是剩下的 刚刚我们原本所有的min turn 会有七项 不是 所有的min turn 会有八项 从M0到M7有八项 那我们这边前面F这个方式已经用了五项 所以剩下的012这三项就是它的inverse的部分 剩下的部分 那所以它的inverse的部分就会是这个 这个这个M0、M1、M2、m2、m2、min turn 的第0项、第1项、第2项 加重下的结果 那我们这个再把它 因为我们如果说再把它反向过来的话 就会回到跟原来的功能一样 可是我们反向过来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转成用根据迪摩根定理 我们把它变成是 原本是min turn 是sum of product 就变成就是product of sound 比如这几项,原本的M0,M1,M2 写出来,000,001,010 再做inverse 就会变成是 把inverse这一项 对应里面是or 所以它会变成 每一项反向之后 再做end 再做end 那这个反向我们再把它放进去之后 就会变成是 里面这每一项都会变成是or 那 这个结果 最后这个结果就是我们想要的 max turn 的表示方式 因为我们会变成是 各项的or 起来之后 再and 在一起 所以就会变成是max turn 的第0项 第1项第2项 or 在一起 那这也就是我们max turn 表示方法 那这个是我们 验证一下这个min turn 跟max turn 的关系 不过我们如果比较一下 可以看得出来 这2项其实是互补的 就是我们同一个韩式 都是f 那我们想要用min turn 的时候表示 它可能是34567 这几项min turn 那我如果用max turn 来表示的话 就刚好会是 原本在min turn 里面 没对应到的那几项 它的 比如说第0项第1项第2项的min turn 没用到 那我今天用max turn 来表示 那其实我就是用max turn 的第0项 第1项第2项 max turn 来表示它 便是我的同样的一个韩式 这个是我们的min turn 和max turn 的表示方法 那为什么我们会介绍这个min turn 和max turn 呢 其实这跟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卡诺图的画简有点关系 因为我们卡诺图的画简 其实是主要是用min turn 来画简 那也是把真值表里面的值填进去 就是我们卡诺图里面要包含 所有的这个 其实是从min turn 的表示方法 然后来做一个表 然后再进行画简 比如说我们先从最简单的 两个变数这个例子 上面这个例子 有个两个变数的布林函式 那我们看到说它是 A' and B' 然后还有一个A'和B' 这两项OR在一起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Sun or product 的表设方法 因为我们把两个AND 然后两个变数先AND之后 等不变化AND在一起 再OR 起来 那如果照我们之前布林函数的规则 我们可以手动的画简 比如说我们把这两项 我们发觉说这两项都可以提出A' 那提出来之后 发觉跨虎里面的 我们可以先做B'和B'的OR OR 起来是E 所以我们最后发觉的是我A'和E' 这两项要做AND 最后会先加A' 也就是说我们原本 需要两个AND gate 再加一个OR gate 这样的一个电路功能 其实它只相当于说 我们只要加一个inverter 原本的inverter就有 还有一个inverter的功能 只要保留这个inverter的功能就可以了 而且其实我的B 这个输入度来说是没有影响的 那我们要怎么可以用卡诺图来帮我们看出这个结果呢 就是我们把刚刚的这四项 增值表里面的这四项 它成立的状况先找出来 比如我们刚刚是A'和B'对应到00 00这一项会成立就是1 那A'和B这一项会成立是等于01 那我们把1的位置填到增值表里面 那我们增值表里面 然后接下我们填到卡诺图上 那因为增值表上面有四项 我们卡诺图自然也要画出四格 那我们会有两个轴 横轴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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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重轴是01 所以我们1的位置这一项 其实就代表AB都等于00的时候 相当于对应到我们的 增值表的第一栏 那另外一个1 对应到A等于0 B等于1的情况 对应到第二栏 那另外两个0 就一样是对应到增值表上面的两个0 那再来我们看到说 我们有1的位置 在卡诺图的画解里面 我们把有1的位置 把它划在一起 划在一起 划在一起之后 我们就看到说 这里面 其实包含了 划在一起之后 这包含了B的0和1 就是说我这个状况 已经把B等于0和B等于1的情况 都包含在里面 所以B对我来说 就不起作用了 因为这个增值表 是对应到 这个增值表 其实对应到 我的FAB这个函式 那这个函式 既然我B等于0和B等于1 它这个函式都成立 那B对我来说 其实就等于是没有作用 那只有A等于0 我的这个函式输出要等于1的时候 是要在A等于0的时候 所以这个就会等于是A' 这样就可以看得出来 好 那另外一个 我们再来看一个稍微复杂一点 三个变数的函式 我们先不管它 这个手动这个式子怎么化解 我们先直接看增值表 就是我们一个布林函式 或者是一个逻辑的功能 要表示出来的时候 我们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虽然麻烦 可是也是最不会出错的方式 就是把它的增值表列出来 那我们增值表一样 ABC三个变数 有八种组合 那我们把增值表里面 它会成立等于1的状况 标记出来之后 我们根据这个增值表 来填我们的卡诺图 那我们的卡诺图 写的时候 有三个变数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一个轴 比如我们现在横轴保留是A 所以我们横轴有两栏 一个是0 一个是1 那中轴的话 我们就把B和C都写在这边 那我们在写这个 画这个卡诺图的时候 要注意就是 我们跟相邻的每一格 跟相邻的这一格 对应的只能有一个变数有变化 比如说 我们在每一栏的左右两格 它变化的都是A A会从0变到1 或1变到0 那纵向的话 我们排列是00 01 11 10 跟我们增值表上的顺序 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注意的是 我们这边00到01 我们这边只有C 这个位置有变化 接下来我从00写到11的时候 我是B这个位置有变化 再来我又从11写到10 这就是C这个位置有变化 就是我们对相邻的位置 我们只能一次变化一个变数 只能有一个变数有变化 好 那我们做到这边之后 我们再把增值表上面 有1的位置填到卡诺图里面对应的位置 比如说我们1 第一个1是出现在A等于0 B等于1 还有C等于0 所以我们要找A等于0 然后B等于1 B等于1 B等于1 是下面这两个位置 然后还有C等于0 所以是这个 第一个位置 这个1是对应到这个1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找ABC等于011的地方 我们要找011 所以第二个1是在这里 好 再来我们找ABC等于100的位置 1 00 这个1 对应到这个1 然后我们找110 1 10 对应到这个1 好 就我们现在已经把增值表上面的1 都填进卡诺图上面 那我们可以开始把1的位置框在一起 好 那我们可以框的位置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找 我们找这两个位置 先把这两个框起来 这两个框起来之后呢 我们就发觉说 这一格里面 我们包含了 A C等于0 也包含了C等于1 那 也就是说 以这一格来说 C 它是 已经可以忽略掉 C就被我们化减掉了 那这一格所代表的变数的意义是 A B A 一直都等于0 B 一直都等于1 所以这一格表示的东西就表示 A'和B 因为在这一个框框里面 它 所表示的就是 A永远都等于0 B永远都等于1 那另外 我们也是因为这个回到我们刚刚填 卡诺图的方式 就是我们相应的每一格 只能有一个变数有变化 所以这样我们才能够方便 我们把它化减掉 好 那我们再找一个就是 呃 我们 因为我们相应每一格都只有一个变数有变化 那其实我们上下这两格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吗 也可以 它也是有变化的 就是 我们从 上下这两格 我们可以卷 可以卷回来 看 它这两格其实只有 B有变 只有B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把这两格画减的话 相当于是 B对我来说 是可以移除掉 可以被我画减掉 这两格的意思就是 我的A永远都要是1 那C永远都要是0 所以这两格 这个方块 这两格画在一起的意思 相当于是我的A和C 那最后我们再来吧 如果我们这时候就把这两格 画在 OR 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的这个结果就会是 A.B 加上A和C 这就是我们这个 韩式画减的结果 那其实我们画减不止一种方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画这一格 可以画这一个 然后 这个如果再画出来的话 它会多一项 这个是 我们A就被我们画减掉了 A和0都包含在里面 这一格画出来是等于 B和C'这一项 那 这一项 就是我们不一定要把所有的都画进去 因为这一项 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多余的 我们已经画完所有的E了 唐诺图画减的时候 我们只要把所有的E 都有包含到 就可以了 那当然有可能有落单的E 没办法跟任何人画减 那那个时候那一项 就要被保留下来 所以这个是我们卡诺图画减的方式 那这个至于用韩式画减的过程呢 同学可以自己看一下 这边我们就不再 不再 不再过一次了 因为这个画减就是跟我们之前 解释过的这个 这个布林代数的规则是一样的 那 接下来我们来 比较详细的解释一下 这个卡诺图画减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有些前面已经提过了 就是我们在填卡诺图的时候 我们这边是给了一个稍微更复杂一点的 就是我们这边有四个变数 那四个变数我们画卡诺图 我们可以把AB画在一个轴上 那同样排列的时候 我们相邻的只能有一个变化 001 11 10 这样变 那重轴的话 我们排C和D 这样 一样是 001 11 10 这样变 那假设说我们在这个真字表画完之后 我们16项列出来 它有这几个位置 这几个组合 它会是1 那原本它会是用个Minturn的表示方法 这个Minturn会有 12345678910 会有10项 会有10个Minturn 加OR在一起 这样的一个函式 那每一个Minturn 它都会有4个变数AND在一起 这样的一种 逻辑表示方式 那还蛮复杂的 那我们如果用Carno图画简的话 我们发觉说 1是填在这些位置的时候呢 填在这个位置 我们就是每一项 第一点是 我们刚刚画的每一项 都是相邻子的6个1 这我们刚刚讲过 我们画简的时候 我们可以画 之前我们都是2个2个1 画在一起 那其实说 我们只要是2的密次项 都可以画简在一起 你可以画 把2个1画在一起 或者4个1画在一起 不过你不能画6个 因为是2的密次项 而且是要彼此相邻的 比如说我们的画法 可以是 这四项 这四项画在一起 然后 我们再把这四项 画在一起 再把这两项 画在一起 这样是可以的 这样画出来的话 我们看到这一项 是等于 因为我们这一项 已经把A和B 所有的变化 全部都包含在里面 所以A和B 对我来讲 以对这个框框来讲 就是没有作用 这一项相当于是 C'和D' 因为它是对应到 C和D等于00的地方 再来我们看 这两个画在一起的结果 这两个画在一起的结果 是 我们是把 A等于0和A等于1的变化 包含在里面 所以A 对这个框框来讲 是没有作用的 那它是等于 B要等于1 然后 C和D要等于1 所以它是 B C D 那再来最后 最下面这个框框 它画的是 也是一样 A和B 全部都被消除掉 那 我们这一项会是 有包含的是 C 和D' C' D' 所以我们如果是 画简的时候 是这样画的时候 那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它是 这个结果就会变成 C' D' 再加上 BCD 再加上 CD' 韩式是这样 那 应该有同学看得出来 我们这边的 C' D' 跟CD' 其实可以再画简 直接变成 D' 加上BCD 也就是 我们这两栏 其实可以上下 跨着画 这个一跨着画过去的话 这一项就直接是D' 因为连C 等于0等于1 也包含在里面 那 我们也可以再看到 如果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的 C' 卡诺图 它里面的1 其实可以重复使用 比如说 我们把这四个1 画在一起 这四个1 画在一起的话 那就会变成是 我的 在这一栏 A 被划减掉 还有D 被划减掉 留下来的是 我的 B 和C 所以会等于D' Proc 加上 B C 那 这个是 我们 在这边 在这边 卡诺图可以划解的结果 那接下来 就是说我们一个是 相邻的 卡诺图 相邻的位置 只能有一个位置有变化 每一项 相邻的位置 只能有一个变 有变数有变 那再就是 2的密次项 才能画解在一起 而且我们卡诺图的 画解不会只有一个 这个是我们原本 这一页才要讲的 就是 我们每一项 是可以重复用的 然后 画解的结果 会不止一种 一种就是我们刚刚 有给大家看过的 一个是 在我们这种画解的方式 那另外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再 做一些变化 比如说我们把 四个角 画在一起 然后把这两个 画在一起 然后再把这一项 画在一起 这当然还不一定是 最简化的 比如说我们四个角 画在一起的话 其实我们就包含了 C 被划剪掉 然后还有 A 被划剪掉 所以这四个角的结果 应该是 A B PROP D PROP 然后 这一格 是 我们刚刚看到的 是 C C B 和 C 那这一格的话 会是 我们的 B C PROP D PROP 所以我们这个 韩式也可以是 B C PROP D 加上 B C 加上 B PROP B PROP 就是我们 卡路图的画检 其实也是 比如说我们 韩式的画检 不见得 只有一种方法 那 它 这个里面的1 还可以重复使用 当然我们 韩式表写出来 要把所有的1 都包含在里面 不过 我们这卡路图 有时候 我们会要求说 看似说 画检 我 个人认为 是不应该要求说 最简化的像 或者是 其实 不应该认为 说 最 最少的像 就会是最简单的电路 因为我们 前面有解释过 我们的NAND 或NOR 里面的 这个 呃 原件数目 可能会是最少 那所以说 其实 呃 逻辑杂的数目最少 不见得代表 你的电路面积 或者是 电路会是最简单的 所以这个 呃 这表示到时候 在 这个标准到底 应该怎么定 它的最简单 这个 到时候要再看 别人是怎么要求的 好那最后 关于卡诺图的部分 我们最后 要讲的是说 有的时候 我们真字表里面 会出现一些 我们叫做 Don't Care Turn 就是说 真字表里面这一项 这个组合 要等于0 或等于1 都无所谓 都可以 那这个时候 这种Don't Care Turn 就很好用 就是我们化简的时候 可以用 利用它 因为它是等于0 等于1 是无所谓的嘛 那就看我们化简的需求 看它是希望它等于0 或等于1 比如说 我们现在这两张表 里面都有三个Don't Care Turn 那 我们化简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可以照 我们刚刚喜欢的 我们这种 全部画在一起 然后 然后 我们再利用的Don't Care Turn 把这一项 画起来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画出来的就会是 嗯 D 还 B Prom D 然后这一项会是 噢 噢 噢 没有没有B 这一项应该直接是 只有D 只有D 然后这一项是 加上AB 这是我们Don't Care Turn Don't Care Turn 你可以用它 也可以不用它 那或者说 另外一个 我们一样 把这四项画在一起 然后我要把这个E包在里面 我把这一项画点出来 那这个时候 这个结果就变成D Prom 然后 然后 是 C 和 B C 这两个电路 最后 要说这两个韩式的功能 会是 当然看起来直接看是不一样 可是对我们的 输出来讲 我们在我们会碰到的情况 的输出 会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原本在正式表里面 有这些Don't Care Turn 那我们可以用它 选择用它 或是不用它 来帮助我们化解 好 这个是关于 韩式化解 然后怎么利用卡诺图的部分 好 那 这个 这一支影片就先讲到这边